今天是3月25,星期四 由於11時,我要出去做網站節目到12時 接著我又要去開會 所以在現在這一刻大概10時半左右 我抽少少時間跟大家談談大事 先說指數 受到美國掛牌的中概股大幅下限所影響 指數今日進一步向下走 指數早市先低於290點到27,628點 之後進一步跌至27,505點才止步 即是這一分鐘計算413點 但始終累積的跌幅比較深 所以技術上有少少反彈 直到現在10點半之計 指數曾經輕輕到升67點到27,985點 可能有反彈、沒有大升、有伯伏、沒有勝負 沒辦法 因為市場氣氛已經逐步逐步轉趨保守 別看第二樣 只是看看上星期四的收市 29,405點計算 去到今早暫時的低位27,505點 五天之內指數已經跌了1900點 技術上是有少少超賣 所以稍微轉定這是很正常的 過去這個星期跌了這麼多 其實原因真的沒有特別 但事實上不是沒有原因的 好像美國那樣 他就出了一些新的政策 打壓一眾在美國那邊掛斑的縱概股 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要證明 集團裏面 是沒有中共的成員 或者沒有官方的成員在這裏 這個就難搞了 因為就算我說沒有 你也不相信 欲加之罪 豪患無辭 這個政治上的取態 我們不評論了 但最關鍵的就是 如果一旦中資股在美國除牌的話 從正面來說 你不在那邊買到香港買 但事件不是那麼簡單的 因為那邊的中概股 是會引進了 有美國不少的投資者 或基金去參與做一個部署 那邊的成交量大 又刺激到香港這邊的股價做好 這個始終來講 股份的上升 一定是要資金的追捧 如果你說那邊除牌 只是單單在香港上市的話 老老實實 動力是完全完全失息的 所以絕對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市場一旦擔心 你有機會在那邊除牌的話 重倉那些事必然就減倉了 好像昨天這樣 大家也看到了 騰訊業績相當漂亮的 去年增長70%多 絕對交到功課 而且其他業務都是高雙位數字的增長 理論上這份業績如果你說在一月或者二月初面世的話 爆到七彩 但現在這分鐘 由於政治上面那個行政的各方面那個爭拗 是凌駕所有基本因素 也都凌駕所有技術的分析 所以拿著一些那邊的中概股的基金或者是投資者也好 既然有這樣的隱憂 他唯有減持 一減持下去 那邊的股價一跌 絕對會影響到香港這邊的 所以事件就 不是單單能夠從一個技術分析 可以測到大市到底要跌多少 因為我再說多次 一去到政治上面的政策的打壓 是凌駕所有的基本因素 凌駕所有的技術分析 但即使是凌駕了 我也要說一說 市本來是中期調整的四到六個星期 其實差不多 但涉及了這些因素放下去 整個所謂的中期調整 可能會漸漸發展成為一個中期跌浪 都不頂 最低限度整個調整的周期 是會長了一點的 所以現在這分鐘 最重要是記掛著自己的持倉能力 以及能耐 不要看著早前的高位 覺得現在很便宜 因為這個低位 這個低潮伸延下去 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 還是四個星期 是沒有人知道的 最重要是有足夠的持貨能耐 如果收入現金不是太多 就無謂貪便宜了 好了 中期的視頻 我就說到這裏 最重要是有足夠的 是有足夠的 在這裏 在這裏 中期的視頻 中期的視頻 有足夠的 在這裏 中期的視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